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请问一下许总这片人 梦想大舞台这次比赛 是不是有内定的选手 我们的比赛是秉承公正公平的原则 对于内定选手这一说法 纯属无忌之谈 我有问题 我想问一下翔子先生 你曾经当众骂记者 是不是对这次比赛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才这么肆无忌惮 究竟是谁肆无忌惮 这位朋友 这问题提得非常好 但是我们的选手都是新人 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所以这个呢 也算是汲取了一些经验 也希望我们的媒体朋友们 能多多地包容和宽容 谢谢 胡桃老师你好 网上说您跟选手翔子之间 有纠缠不清的关系 请问你们是在谈恋爱 还是有别的事吗 他们不可能是在谈恋爱 我可以作证 翔子和胡桃之间 顶多是参赛者和主持人的关系 翔子只是胡桃曾经采访过的一个普通朋友而已 他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的亲密关系 请问你是那位 我是梦想大舞台的赞助商之一 我叫彭俊 没错 彭俊先生 是我们梦想大舞台的赞助商之一 您好 彭俊先生 我 那个 请问 你怎么能确定 他和翔子之间的关系呢 来 这 这 怎么会这样啊 这 这怎么不在戒指呢 来来来 这 快赶紧拍赶紧拍 来 这 这 这 大家看到了 是 胡桃是我的未婚妻 我赞助这个节目 首先是因为胡桃是我的未婚妻 其次 是鼓励我未婚妻第一次当主持人 我们决定 决赛后就结婚 就是决赛后就结婚啊 这不是也太快了吧 这 这 这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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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彭先生 彭先生 你是不是受他们所托 故意知道烟雾弹 分散媒体的注意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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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没这个必要吧 如果你还是不相信的话 可以问一下胡桃 和翔子本人 胡桃 胡桃 你说一下呗 胡桃 说一下吧 是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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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翔子 你和胡桃是普通朋友吗 是 普通朋友 从开始到现在 都是普通朋友 你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会在记者会上给我截戒指 还说我是你的未婚妻 你是故意那么说的 对不对 因为你知道在那个时刻 在那么多人面前 我是不会说不的 对吗 你的意思是 你不愿意 彭君 我承认 生日那天 你是让我很感动 但是感动并不代表 我已经答应嫁给你啊 最起码 我们应该可以做很好的朋友 但是你不能承虚而入 胡桃 我这是为你好 为了给你解围 我知道你是为了给我解围 但是还有一百种 有一千种的方法 最起码 你应该得到我的同意 你也应该关心一下我的感受吧 还有翔子的感受吧 翔子跟我不同 她的经济能力现在没有我强 但是以后呢 这个比赛会让她一举成名的 她的前途无可限量 她有了事业 还怕没有爱情吗 所以说 表面上看 我比她强 事实上我比不上她 我才是一个真正需要爱情 需要温暖 需要家庭的人 只有你 只有你 只有你才能给我这些 只有你的爱 才能让我跟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再说 我这不也是为翔子好吗 翔子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我也很欣赏她 但是我们曾经有过感情基础 我们曾经爱得那么深 那都已经过去了 那都已经过去了 我们现在 只是好朋友 你只是把我当好朋友 你只是把我当好朋友 但是我不能把你 仅仅当好朋友 我从来只爱过你一个人 从前是 现在也是 你关心过我的感受吗 你说有爱 什么都可以 我是听了你这句话 才有了重新追求你的勇气啊 胡桃 胡桃 我已经离婚了 但是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不遇的男人 这辈子我还能有什么 我只想要一份爱 你的爱 难得的是 你一直在我身边不嫌弃我 如果没有你 等于没有一切 胡桃你是我的所有 彭君 我没有你心目中那么完美 起码 起码在我心中你是完美的 完美的令我心痛苦 我能为你做每一件事 都是我每天活在这世上的意义 你的快乐 就是我的快乐 就拿依依来说 依依现在肯叫我一声彭君叔叔 我是她心眼里高兴 我们三个一起 就像一家三口子 我是多想给依依找一个弟弟和妹妹陪她一起玩 一个属于我们的孩子 让她陪着依依一起长大 一起生活 一起学习 一起工作 我们说好了要儿孙满堂的 彭君 你别这样 但是胡桃 我答应过你 但我给不了你 依依也不可能再有一个弟弟妹妹陪她一起玩 胡桃 我答应过你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依依依的 我拿依依当我自己的亲女儿看待 因为 不再可能有我们自己的 对不起 彭 彭君 别说了 我不怪你 我不怪你 胡桃 胡桃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你心里还牵挂着胡桃 可是 可是你知不知道 人家已经拒绝了 你 说什么你 在酒吧求婚那天 你知不知道 乌桃在露露耳边说了些什么 他说 我怎么能够在今天这个时间 这个地点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拒绝响子呢 难得的是 你一直在我身边没有嫌弃我 如果没有你 就等于没有一切 胡桃你是我的所有 灯光 灯光 已经全部准备好了 机器呢 机器全部可以 主持人和参赛者准备好了没有 全部领备 好 好 全世界准备